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快乐的客人 这个星期四过得很开心 下午两点 戴洛西 可莱蒂和小驼贝奈利三个人来我家玩 破莱可惜因为他父亲的拦阻不能来了 戴洛西和可莱蒂告诉我 来的路上 他们遇见了克洛西 就是一只胳膊残废 长着一头红头发的克洛西 克洛西拿着一颗很大的卷心菜要去卖 他准备等卖了卷心菜就去买一只钢饼 令他高兴的是 他刚刚收到他父亲的信 说他就快要回家和克洛西团聚了 克洛西非常开心 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 戴洛西和可莱蒂在班机里就是活活开朗的人 我父亲非常喜欢他们 可莱蒂还是那个样子 一会儿帮着干这个 一会儿干那个 就像在家里干活一样 听说可莱蒂今天在家已经干了很多活了 即使是这样 但他一点也没有疲劳的样子 像小松鼠一样在我家跑来跑去 走进厨房里 他也要问问厨娘 买这种柴需要花多少钱 还说在他父亲那里 十公斤只要四十五个铜钱就可以买到 他还不停地讲着他父亲曾经当兵的故事 可莱蒂说话很文雅 虽然他生长在木柴店里 可这样的环境并没有影响到他 就像我父亲说的 这是他天生的品质 戴洛西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快乐 戴洛西的地理学得很好 他即使是闭着眼睛也能看见意大利的全貌 无论是四处流淌的河流 还是白色的都市都在他脑海里 戴洛西就像在看着地图一样 能够按照次序很快地说出那些名字 而且十分正确 同学们都很羡慕他 戴洛西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背下近三页的文章 这是他将在维克多国王葬礼纪念日上朗诵的稿子 他的这项本领 就连小奈利也惊讶得不得了 今天过得真开心 我喜欢这些小伙伴们来我家玩 当他们回去的时候 我看见就连从来没有笑过的奈利也笑了 他一边笑着一边回家去了 我的心里也非常高兴 回到饭厅 我忽然发现那张驼被小丑立个来托的画像没有了 原来是父亲怕奈利看见而悄悄摘掉的